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随着江湾机会多起来 温度上是也明显的转量了 上市在基隆7度 昨天高温是还有28.3度 但是到今天的同一个时间 就降到了22度 事实上在整个大台北地区 这高温平均都掉了5到6度左右 那么从明天开始的周末假期 大家也都想问 这后棉被还有外套 要派上用场了吗 天状况 首先透过微星图一块来了解了 不过在进入图卡之前 要先告诉大家的是 在这个周末天气的确 就是朝着湿冷的方向在发展的 而这天气变化的主要原因 就涂滑上的资讯来看 在我们北方 就涂滑上的这个区域 就是目前冷高压的湿域范围 而今天随着这高压前沿 往南移动 东北季风的影响 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 就已经慢慢的显现了 而同时就也把这大陆上空的 中层水气往南推移了一点 所以可以看到 在我们台湾上空 就像打了一层滤镜一样 今天抬头一看 云量也明显的增加了许多 而在这样的水气增加的情况下 从现在开始 从苗栗以北 东半部地区 以及我们的恒春半岛 这样的状况也都会越来越明显 而其中在我们的东北角 宜兰以及花园这一带 单点的雨量 也会稍微的多一些些 而与此同时在周末假期 华南这一带的水气 也将往东移入带来影响 那么在台中以南的地区 到高平一带 也会有短暂争雨出现的机会 尤其是在我们的中南部山区这边 降雨也会比较多一些 那么我们从下一张图卡上 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了 在经过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也就是双降之后 意味着接下来天气 开始逐渐转变变凉了 而气温上的数据 其实也印证了这个说法 可以看到目前 冷空气以及暖空气 就各霸了南北一方 然而在明后两天 就是由冷空气占据主导地位 至于需不需要出动到后外套 我们以目前的数据判断 是还没有到冷的程度 不过在我们的北台湾以及东半部地区 气温表现也确实是比较低的 整天维持在24度左右 而至于在我们的中南部地区 白天依然是有机会冲上三字头的 而这日夜温暢情况也会更加明显 不过呢 夜晚感受上还是偏向凉爽舒适的 而详细听资讯 一起来看温宁整理的山海气象 首先来到屁东的市自牡丹满洲 低温20度高温来到28度 有两层以上的降雨机会 泰武来一春日留意短暂雨室 低温19度高温来到29度 有6层以上的降雨机会 三地门屋台马加低温只有16度 高温来到28度 请留意日夜间的温差 高雄的原乡地区 低温只有10度 地点在桃园 高温来到27度 家里山气温落在11到25度之间 有9层的降雨机会 南投仍爱于池 水里及信义 低温只有9度 高温来到25度 整天偏向凉冷 台中和平气温落在14到24度之间 有5层的降雨机会 苗栗南庄试探泰安 低温16度 高温24度有3层的降雨机会 新竹关西 坚15峰 低温11度 高温来到23度 有3层以上的降雨机会 新北乌来 桃园复兴 有短暂雨室 低温15度 高温来到22度 伊兰大头南澳 气温落在15到23度之间 降雨机会有8层以上 花莲的新城 花莲市吉安 气温落在22到24度之间 有6层以上的降雨机会 秀连吉万荣 低温15度 高温有24度 守风风兵 气温落在20到24度之间 有7层的降雨机会 凤林光复及瑞穗 同样有短暂雨室 气温落在20到23度 灼溪玉璃及富里 低温只有8度 低温在灼溪 高温23度 台东海岸县地区 气温落在22到25度之间 有5层左右的降雨机会 池上观山海端及延平 低温16度 高温来到24度 有3层以上的降雨机会 物业台东市及北南 低温20度 高温有26度 有4到6层的降雨机会 台马里大午 金风及达人 低温只有17度 高温27度 留意日夜间的温差 赖地区 气温落在23到26度 最后来到外岛的连江 金门及澎湖 低温22 高温27度 如意的天气预报 几个天气上的小叮铃 要提醒大家了 从现在开始 包含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开始明显的转量 虽然说不注意到冷的程度 不过我们怕冷的朋友 包装兽还有外套 会是你们周末假期的好伙伴了 而同时在东北风增加的情况之下 这样的情况也会随之增加 那么大家安排外出活动 相关的语句也就别忘了 至于中南部地区 在明天的气温 还是比较偏向暖热的 一直要到礼拜天的时候 随着滑南水气一入 有下雨的地方 高温也会有感的转量 那么面对这样的天气变化 有鲜血管疾病的朋友们 以及我们的老人家还有部落的小朋友 就要特别注意身体健康了 那么就是这节的天气资讯 听我给大家作为外出活动安排的参考